你刚刚说我的小孩都很独立 其实因为你看我有三个嘛 那我当然不可能一定忙得过来 所以我每一次出去 我们就是自己自己的一个箱子 那去哪一个地方就很简单 你的箱子摊在那里 你的衣服穿脱就是你自己收拾 所以他们每一个都很会收拾行李箱 我觉得就是因为 出去旅行的时候都要自己 因为如果我一个人要雇三个 我肯定来不及 我没办法 所以他们就养成自己 自己照顾自己的习惯 就很独立 对对对 非常好 没有但是我觉得跟女儿旅行 其实是很好玩的 因为你有时候 你会觉得你是大人 可是有时候你反而觉得 他们其实比你更厉害 对 我记得有一次 我是带着他们三个女儿 一起去欧洲 这事情就发生在 我们去捷克那火车上 火车上是因为我买了一个票 可是那个票呢 事实上它需要先被 在火车站被开通 它就是一个欧洲 等于是几国旅的票 可是呢我没开通 是因为那天我们搭的是 晚上十一二点的车 根本没有地方可以开通 那个机票了 所以就上车了 上车了我就找那个列车长说 我要开通我这个票 他说不行 不能开通 没有人 他说你要补票 我说我为什么要补票 我明明就买了票 你为什么要我补票 就是我的三个女儿 就看到我在那边讲话 妮妮就跟我讲说 妈妈你不要跟她讲 我来跟她讲 然后她就跟他们讲 然后讲到最后她也生气 她就跟她说你找警察来 好帅的两个德国警察就上来了 然后女儿就开始 她就跟我说 妈妈你别急 然后她就下车 她那时候就十六岁 她就跟着那个警察一起下车 然后在她上来的时候 跟我说没问题了 我们没问题了 我们就可以走 我们就是不用 这就是一种能力 一种能力的培养 但我从小培养 所以我就觉得孩子成长是 很有意思的 需要 你给他机会 给他机会 不能过分地去保护 对 过分地保护 也真的会 赞上他的一些能力 也埋目了他这些能力的发展